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诗诗记》十六章二十三至三十节 《非利事人的首领》 举行圣大的节日庆典 赞美他们的神大群 并献上祭物 说 我们的神使我们战胜了敌人参孙 人们看见参孙 就赞美他们的神说 我们的神把仇敌交给我们了 那个杀死我们很多人的兇手 现在落在我们手里了 他们喝得半醉的时候 就要求说 把参孙给我们带出来 让他逗我们开心 参孙便从肉中被带了出来 供他们取落 他们让他站在支撑屋顶的两根柱子之间 参孙对拉他守的年轻薄人说 把我的手放在支撑者庙的柱子上罢 我想靠着他们休息一下 那时 庙内标准满了人 非利是人所有的首领都在那里 若有三千男女 在房顶上观看参孙 逗他们欢乐 参孙向上主祷告说 至高的上主呀 请再次眷念我 上帝呀 求祢次给我力量 就这摩一次 让我为失去双眼一举向非利是人报仇 然后参孙把手放在支撑着妙语那正宗的两根柱子上 双手猛推柱子 祷告说 让我跟非利是人同归于尽霸 整座庙面倒塌了 压在非利是人的首领和众人身上 就这样 参孙死时所杀的人 被他一辈子杀的还多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真正的拯救与需要 被运在监狱推磨的参孙 双眼被挖了出来 双脚被锁 心中想着些什么呢 沸沸扬扬的人声之中 非利是人将他带去大菌的哲庆良上 作为战利品示众 这个就是那个拆下家杀成门的参孙 如今成为囚犯 做女人或者奴隶才做的悲战工作 在被人玩弄的过程之中 参孙发出第二次祷告 求上帝再次他一次力量 表面看来 这个祈求还是为了个人恩怨和私心 但是深一层来想 当要求上帝眷念祂的时候 祂不仅承认上帝才是给予祂力量的那一位 亦都是绝境当中唯一可以求告的那一位 故事的结束是惨烈的悲剧 参孙确实与三千非利是人同归于尽 但是这个看似武功全废的盲人 竟然做出没有人预想到的动作 上帝在那一刹那给祂的力气 使祂在这个最软弱的时刻所杀的仇敌 超过祂过去过去所杀的总数 在参孙的技术里面 两次提到祂是以色列人的事师 虽然这个事师没有以拯救以色列人为己任 上帝却没有放弃以色列人 祂始终关心他们的前景 虽然参孙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 没有属灵的敏感度 而且破坏多个建设 但是综合各事件看来 是上帝通过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的 当我们为以色列人事师时期的遭遇感到痛心的时候 其实亦都可以将这些问题指向自己的时代 我们的社会、国家、家庭、族群 需要怎样的领导人呢? 我们真正的需要又是什么呢? 上帝将力气给了参孙 祂将什么赐给我们呢? 谢谢您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